2号一大早 明波鱼瑶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员们发现 单位对面河道边上躺着一个人 这是一名60多岁的大姐 连一群湿了 人睡着了 大姐看起来有点虚弱 消防员给他拿来了水和包子 并把人扶了起来 有点意识不清晰 有点吱吱呜呜的 讲不出地址 及家里面的电话 那么我们就发现他身体比较虚弱 很快 民警也到了现场 和消防员一起把大姐抬上警车 大姐补充水分和食物后 情绪也缓和了一点 大家从他手机里翻出家人的联系电话 是吧 是你吗 现在 现在都还出去 他吃饭喝酒了 是 昨天就我爸吵了几句嘛 吵了几句就出来了 就在河边 你们家消防大队发现的 离河边很近 往边躺着 好 你去盖一下 身体没事吧 到时候要么到院去检查一下 都会算了 好 以后的以后你要管住 是愿意要检查去检查一下 嗯 那边就不如买这一边 引起车 好 之后